大家好 今天呢 跟大家好好聊聊太极拳 什么才是真正的太极拳 很多朋友 他是糊涂的 很多朋友呢不练太极拳 他爱教织 他爱说 太极拳没有真假 那么今天我给大家呢 讲解一下什么才是真正的太极拳 相信你今天听了我讲的 你就知道 什么是真 什么是假 你就没有必要跟我争论 什么才是太极拳了 什么是太极拳 太极拳就是有 太极阴阳理论来指导的 武术 那么他有什么特殊的处呢 我们先从太极拳论 对太极拳的定义来说 太极者 无极而生 动静之机 阴阳之母也 太极是什么 太极是 无极生太极 太极呢 生 八卦 太极呢 是 无极而生 动静之机 太极是 有一生二 无极是一 太极是二 无极是什么 是没有生命的一种状态 太极是什么 是因为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 因为有了太极 生出了两亿 产生了变化 所以太极是活的 太极是阴阳相继 动静之机 那么这个 阴阳相继 动静之机 它就是指导我们 练习太极拳的基础 太极拳 是由于阴阳 这个理论指导的阴阳 具体表现在什么地方 就是表现在我们 武术的这种状态里面的 几个方面 一个是 刚和柔 一个是 食和虚 另外还有 有力和无力 前进 后退 左顾 右盼 还有上下 多少 快 慢 所以呢 我们太极的表在运动里面表现的这几个方面呢 就是指导我们太极拳 运动过程的一个 思想 我们的太极拳 我们的太极拳就要遵循 动静 动静结合 前后结合 左右结合 虚实结合 快慢结合 那么具体表现是什么呢 我们的太极拳 我们大部分的人不会懂得什么叫做左重则左须 右重则右遥 进之则欲长 退之则欲促 那么今天我要告诉大家 我们我告诉大家呢 是因为我们大部分人都不知道 动静结合是个什么状态 左重则左须 右重则右遥 到底是个什么状态 我们99.9%的人 他不明白这个道理 所以他练太极拳 都是糊涂的练 他没有真正理解太极拳的本质 所以他练的太极拳 肯定不符合太极拳的 这种阴阳相继的理论 那么具体说到 太极拳这个动静相接 快慢相接 阴阳相继 这是一个道理 那么这个具体动静之机 表现在 这些方面 我们怎样去理解呢 我今天告诉大家 希望大家 这个 听懂了以后 你跟我分享一下 分享给更多的人 知道 让他们知道 什么才是太极拳 什么才是动静相间 动静之机 什么才是阴阳相近 并不是 我有快有慢 我有刚有柔 就是相继了 你的刚和柔 相继不起来 它就不是太极 所以今天大家好好听我讲的这个 好好领会 你理解透了呢 多跟大家分享一下 让大家都提高起来 都提高一下 都知道 你练的太极拳 是不是真正的 练到了太极的路子上 好 那么动静是什么呢 怎么样叫动静 相接呢 我们知道 有句话 在太极这个理论里面 有句话叫做 有前必有后 有左必有右 有上必有下 我们先从这个 这个 前后左右上下来说 如果你往前走 你的手要往前去打人 具体表现在 我们的 打人的这个过程当中 搏击打人的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们的一只手要往前打 你这个手是往前打 是扬的 那么 我们要有一阴 与它相配 与它相近 那么你的另一手 可以干什么 往后摆 而不是两只手一起去打人 那么 那么这 就是表现在两只手的 动静的结合 或者说是呢 阴阳的相近 一只手 往前打人 那么 另一只手呢 是往后的 这样呢 一前 一后 表现在呢 你整体的 还是处于一种 静的状态 你的外在的这种 两个 两只 拳的这种运动呢 形成的一个呢 是平衡的 一直往前 一直往后 这样呢 能让你呢 保持平衡 同样 如果呢 两个拳头呢 同时往前打人呢 那么你要有身体的另一部分 来给你呢 中和你的这种 单纯的运动 我们阴神开来 那么你有上 必有下 我们比如我们做 金金独立 一只手往上 一只手呢 手往下的 这样呢 周身的这些 气管 你的这个肢体呢 在运动的时候呢 都讲究一个 有上 必有下 有左 必有右 有前 必有后的这样一种 协调的状态 才能充分的显现 太极拳的这种 阴阳相继的这种理论 这样呢 在我们的这个 具体的行权过程当中呢 始终保持自己的重心 让自己呢 在外在动的过程当中呢 内在的还是一种平衡 那么太极拳 保持的这种平衡呢 让你身体呢 时时处处 灵敏 敏捷 时时处处 处于这个 准备当中 时时处处 都在准备的运动 时时处处呢 都是稳定的 只有这样呢 你的反应才最快 否则 你不稳 你的脚下不稳 你就很容易 被别人 所承 你就有机可承 我们太极拳 为什么要 动静相接呢 首先我们的动 是干什么的 动 在我们的武术里面 是为了攻击 为了打击 为了保护自己 那么静是干什么呢 静是为了让你自己重心稳定 不至于呢 歪歪 妞妞 不至于呢 这个东倒西歪的 一个人如果在 在地上没有重心 没有稳定 你被人家推的 被人家的力打的 这个歪歪妞妞的 那么你还要时刻 调整自己的重心 这样呢 你行动起来 要实施打击别人的 肯定就是慢的 从这方面来说呢 太极拳的快和慢呢 它是一个相对的快和慢 你如果 时时处处能保持自己稳定 那么你永远都是快的 你就很可能 永远 这个战得先机 但是你如果不稳定呢 要打人呢 你还要先稳定下来 再去打人 这样你就会 没有机会 你就会 失去机会 打人的机会 所以我们太极拳是 既要打人 既要攻击 又要保持自己 稳定 那么这种结合呢 就是我们的太极功夫 那么我们呢 为了自己的稳定呢 要去 实时的去骚扰对方 让对方呢 总是稳定不下来 用什么呢 就是要用动 来骚扰对方 然后呢 我们的这种动呢 动应该说是 是外在的 这种外在的动呢 讲究的是 阴阳平衡的 这个有前必有后 有左必有 前后的这种 前后左右的这种 阴阳相近呢 保证我们的重心 同时呢 我们利用我们的外动能来 来 这个 勤扰对方的这个 这个动静 让对方呢 稳定不下来 那么这种功夫 才真正的是 太极拳的功夫 我们能打人 我们练外加拳呢 练了这个 这个这个铁撒掌 什么东西呢 能打人 但是你要能打着人 你的快呢 不一定 能够施加到人的身上去 但是你能控制的人 那么你这个机会才多 你才呢 占据最有力的这个地位 所以我们的太极拳 它是讲究呢 动静结合的 阴阳结合的 阴阳表现在这个 动和静 那么我们的动 是为了打人 静是为了保持我们的重心 但是我们在练的过程当中 很多人他不知道 我们要练这个东西 很多人在练 打人 在练这个太极拳的过程当中 去打人 其实我们练太极拳呢 最主要是要练 以静的功夫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